欢迎回到爱玲幸福相谈 我是Irene 程 爱玲 今天呢看到我们道具这么多 其实不是道具真的把它喝了好多 是一个非常好喝 回甘夏天喝起来 我想是非常清凉解渴的 比那些什么碳酸饮料 好喝多的茶 冷茶饮哦 那我们这个茶呢 跟市面上这个摇摇杯拉 或者是罐装茶都有一些不同的 所以我们邀请到的是 我们的柏林茶专的主人 陈大姐来跟我们分享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刚刚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如何安心的喝茶 除了这个刚刚讲到 有一些基本常识之外 那你要去买茶的时候 其实过去很多都是去散装茶 可是现在有很多的是新的方法 QR Code 看看这里有一个线 一个这个 对不对 就可以转过来 介绍一下 比如你们包装的过程是怎么样 像这个包装的话 我从山上采完以后 这个都有我自己包装的 我没有经过 因为到人家专门在包装的地方 因为我怕说 我的茶叶跟别人有农药的 混在一起 因为比如说我们去包 专门包装的包装行 不可能说他会把他的机器清干净 再来包我的茶叶 所以我很怕会有这种的情形 万一说我的客户喝到说有农药 那这样就很麻烦了 所以从生产到包装都由我自己来做 包装的话都是 真空包装 我自己买机器回来包 抽真空 对 所以现在好像比较流行做小包装 小包装 是是是 你打开就看了工气就比较容易潮湿 对 是的 像现在的话 如果说我会跟大家讲 如果说你打开包装以后 里面有一个脱氧剂 记得要把它拿掉 一定要把脱氧剂拿掉 那你最好不要放在有太阳照射 最好是把它阴暗处阴凉的地方 通风的地方 那最好是不是另外买一个罐子 可以真空罐子 也可以用真空罐 最好是赶快把它喝掉 因为台湾这种气候 放在罐子里也是 但脱氧剂我们不是就放在那儿 等到喝完再一起丢就好了吗 没错 不要 脱氧剂一插一开就要把脱氧剂丢掉了 我都不知道 很多饼干也是这样子 我都把还有维他命 我都把脱氧剂放到最后 吃完了才丢一起跟罐子丢掉 因为脱氧剂它到时候变成 里面会一直潮湿 不要这样 它反而会吸水分 所以在里面跟那个 这个是赶快学习到了 家庭主乎 所以脱氧剂就跟着 把这个打开之后就丢掉 对对对 然后所以抽了之后 然后你们就会去 这个是跟农委会申请的一个 QR 还有这个 产销的 产销履历 对 产销履历叫TAP 它这边写着是 产销履历农产品 是 反正你要转过来给 给前面 镜头前面的人看一下 没关系 我们等一下请 补拍 大哥帮我们再补拍一下 然后再补充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 刚才讲说现在人因为忙碌嘛 那想要喝茶的话 是不是一定要自己泡 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吗 其实像现在夏天到了 可以做个冷泡茶 怎么泡呢 冷泡茶很简单 看你的瓶子 瓶子大小 如果瓶子以500cc的话 大概一个汤匙这么大 这么多下去 稍微开水冲一下 就直接放冷开水下去 开水就冲一下 把滤掉 为什么要冲掉 因为我要做冷泡茶 我要先让它稍微释放一下 冲一下 让它稍微开一下 对 不是洗的概念 是说让它 洗个 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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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热水唤醒它 对对对 再来就直接放冷开水 就直接摆在冰箱 八个小时后就可以喝了 所以你睡觉之前 把它那个冲一下 放个水里 然后放个瓶子里 请问什么瓶子 比较好 保温瓶 都可以 都可以 塑胶 冷泡茶就没擦 冷泡茶没擦 是你要出门要用的那个瓶子 你要带走的那个瓶子 都可以 所以它的材质无所谓 无所谓 像这个大姐刚刚我特别强调 说泡了之后我们就放到冰箱 是查到有没有收掉的问题 如果说我们 对有时候好茶啊 放了两天才想想 我泡冰箱你没喝 可以喝吗 放在冰箱里 摆冰箱 最好不要超过四天 三天左右 就最好是把它喝掉 三天是OK的 而且你每次泡 你冲了以后 不要全部都喝完 大概喝个三分之一 再回冲一下 可以回冲个三四次 就不要全部喝 我们以为回冲 你全部都喝完的话 再冲就没味道了 你一定要喝一半 再倒一点回去 让它回冲 还有如果说万一我们不是放冰箱 刚刚家人讲说放冰箱可以放三天四天 放室温的 室温的话 像夏天的话就很容易酸掉了 因为它是 它本身它是有发酵的东西 你摆在外面 而且外面气候又那么热 很容易就发酵 那所以说我们放保温壶里头是不好的一个行为的 茶汁不要放在保温壶吗 如果你带出门 大概两个小时都还OK 可能通常一吃气晚上再回来呢 那最好是有保冷袋 放保冷袋里面 最起码还可以四个小时 那我们保温杯的 就是不能让它一直热的就对了啦 一直让它放 因为保温杯它里面还要保冷啊 有保冷的效果啊 可是我假如温茶放进去呢 温茶不是冷茶 温的进去 那我这是保温啊 那可以啊 如果你要喝热的 那可以放几小时 我一直我泡了茶热了 都可以 像我 要把茶叶要滤出来对不对 不用吗 不用滤出来 像我个人 我开车的话 有时候我一开车到山上去 我就直接保温瓶就丢下去 热开水一冲 我喝一整天 所以不会有那种什么热的就没热 不会不会不会 因为我们常常说茶叶不能放太久啊 你如果说你像有的人不要那么浓 你就茶叶不要放多 因为你放在里面浸泡它会比较浓 那你就茶叶放少一点啊你就 而且我们现在台湾这么方便 很多便利商店 你喝到没有了 你可以再去回收 去便利商店加个热开水 多方便 是 但是那个再讲一遍 因为我常常被告知了很多不一样的讯息 就是说如果我们热水放 茶叶放热水太久 或放到隔夜 它那个丹鸣酸会出来的很多变得是伤身体的 其实刚刚 所以说人家说不要喝隔夜茶啊 对隔夜茶是不要喝 对 但冷泡茶不在此限 对 因为你隔夜 你那个冷泡茶它是摆在冰箱里面 因为它是 因为这个它是发酵的东西 你放冰箱 最起码它还有这个保冷的 那你摆在外面室外 当然哦 你都一直让它这样子 隔夜的话就不好了 好 我们这个真的是要首先 要学会喝茶 这个是非常基本的 所以说刚刚讲到那个 如果你冷泡茶 冲好了 要放冰箱 是不要担心 有喝隔夜茶这个问题的 可以放四天都没有关系的 但如果放来室温的话就是 发酵作用会一直在进行 那保温杯是OK的 因为保温温度太高了 所以就是并不会再进行发酵 是这个意思 如果说你保温瓶里面 你就装冷开水 是冷泡茶的话 大概就是一至两个小时内 把它喝完 如果是热的话 那还OK 热的话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就可以喝久一点 好了 我们不厌其烦的 再次要再问 因为快就忘掉 休息一下再回来继续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